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任普 我们最近在上比较偏深化的有氧呼吸跟光合作用 那同学们会注意到说,在有氧呼吸的糖解作用会产生丙酮酸盐 丙酮酸盐呢,其实它的全名叫做磷酸吸醇丙酮酸 那这个丙酮酸盐或是丙酮酸这类的物质 我们在光合作用也会看到,在C4跟CAM植物 这些丙酮酸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变成四碳的酸 叫做草稀乙酸,Oxaloacetate 草稀乙酸就帮助植物来固定二氧化碳,来储存二氧化碳 可是看到草稀乙酸又会注意到,可是有氧呼吸的克氏循环 或叫克裂波循环,它也是一个产物,也是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可以接收了乙烯辅酶A的乙烯 而形成的六个酸就是柠檬酸,所以克氏循环又叫做柠檬酸循环 那同学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化学物质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生化反应当中 所以同一个物质可能在这边有参与,在那边也有参与 在那边也有参与,很多地方都有参与 好,像这样子的现象是有趣的,这其实跟我们人生有类似的 就是你在不同的科目,你会学到不同的技能 像你在物理,你会学到物理,化学学到化学,生物学到生物 国语可能你会学到,国文你会学到一些羞耻,一些写作的技巧 好,这些技巧看似好像是分在不同科,但事实上这些能力 甚至是这些态度或这些所谓的表达能力啊,或是你的那个赏心能力啊 其实都是相通的,就好像我们在学某个反应的时候 有个重要的物质,它可能在另外一个反应也是重要的物质 所以这些物质可以拿过来用,拿过去用,拿过去用 好,就像我们学到的各种技能,态度,能力一样 你在这个领域学到,可是你会在别的领域来使用 好,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所以学习绝对不是分科目分得这么细 因为我们常说,科学本一家,何必分离我 其实有些概念,有些知识啊,或是那些技巧,其实在各个领域都会用到的 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我是学生物的,可是我当时在研究蟑螂的心脏的时候 心脏是很生物的一个研究嘛,我想了解蟑螂的心脏收缩搏动,出张收缩,出张收缩,出张收缩 它搏动一次,可以打出多少的血淋巴,就是我要量它的心输出量这个生理指标 好,可是当时我没有办法怎么量,因为它心脏那么小,没有办法直接去量它的体积 我就改用影像,就是摄影机去拍它的心脏 那影像拍好之后,我要想办法去量化它的体积嘛,我用到的方法是三角函数 那四角函数在我们高中是高中学的,所以我在大学用的,进行的一个生物学研究 我必须用到高中所学的三角函数,而且还是第一间的三角函数 来解决我的影像上面的校正跟计算的问题 所以数学学到的能力,我在生物的研究上就拿去用了,这是一个例子 好,另外一个例子呢,我最近在开发,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方法来检验中我们的样本 有没有,样本中有没有油,就是判断指质是否在样本中出现 那我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样本中,水溶液中有油滴或是气泡 我要如何区分你是油滴还是气泡 我用的是物理的折射,就是施耐的定律 它的发生折射或发生全版色,来区分你的介质的折射率是比水高还是比水低 我就可以做区分,这是利用物理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生物学上研究 子质是否存在的问题 而子质的特质是物理的,也是化学的 所以我们这些知识都是相同的 那再举一个蒂克的例子 像我们生物,我有一个科学探究的课程 是要研究叶子的表面,它跟阳光的角度 来了解这个叶子,它接收光的能量是高还是低 如果叶子跟太阳光的角度比较大,那叶子吸收的光就变小 你就会想像太阳在当空,叶子都垂下去了 这时候它吸收的光一定比较小 那如果今天阳光是往下直射,你的叶子跟它是垂直的 这时候你的受光面积大,我的叶片吸收的能量就会多 好,那这个研究必须要搭配什么呢? 搭配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北回归线以北、以南 还是在什么季节? 因为不同季节跟不同位置会决定的阳光照射的角度 那这是地球科学的部分 好,那以上这些例子只是让大家知道 有时候你在学习时你会发现 我在这颗学的东西好像看似无用 但是事实上你在隔一阵子 所以你出了社会之后 你才会惊觉我当时学到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不一定是知识的旁之末节 这些很细节的东西 有时候是那个概念 有时候是那个思维 有时候是那个逻辑思考 而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技能 在别的地域会发展得很好 那所以各位我们在学习时不要分说 我只对什么科目很熟悉、很喜欢 其他科目我不喜欢 事实上每个科目都会让你学到很重要的知识、技能 甚至是态度、也就是情意、你的热情 所以大家不要硬分你是哪一科目 你是哪一科目的 因为很多事情是相同的 所以你在这边或在那边学到 你在别的地方都有机会用到 所以大家就不要把自己分类说 我是学生物的、我是学物理的、我是学文科的 不要这样分 而是每个知识、每个技能我都学会 难保哪一天我在别的领域 可以充分的使用它 让你的能力、让你的表现更好 以上是今天的建长爱贤车 那最后还讲一下我的slogan吧 认真学习、亲手鞋舍 这里是建长爱贤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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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